尊敬的文贵推友们、网友们,你们好 这是文贵的推友们达到了15万的文贵的感谢的视频 从14万到15万也是没有超过24小时 这个时间都是非常难忘的 我们在创造一个一个的奇迹 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 关于15万的感谢视频 第一个就是由于14万是我们谈到的最多的 也就是昨天在国内的盗国者们、盗国贼们 放出了很多文贵强奸女员工的视频 我的回应 那么咱们的推友们发的诗信当中 问的最多的话题都是关于文贵 到底你行不行? 这个很难回答 你说我行不行? 我很难向大家来证明 我也很难亲身表演 希望大家能理解 这个文贵肯定不像他说那个样子 说那样子像文贵 也不会有这个战斗力了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我就不能 不能去用其他证明了 这个没有证据 如果是盗国贼们给我个机会 需要我去证明的话 我也愿意 这个希望大家放心 文贵 不是他们说那样 这是更加证明他们的谎言 他们的龌龊 他们的侮辱 而且是这个很多话当中 这个对我的人格侮辱 人生的攻击到达了极致 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有一点智慧 有一点良心 有一点人性的人 都看不惯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行为 他们是代表了一个国家 是代表了国家机器的 很多人是无法忍受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外国人或者国际上的人 人家看我们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素质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水平 这当然是对我们 所有中国人的侮辱了 特别是这个 他又找来了一个女主角 还用着那样的方式 在一个树叶的后面 偷偷地拍 然后呢 还把那个手拍得很紧张的状态 好像是就在昨天 刚刚发生似的 你觉得这是可能吗 这个所以说 大家都关心这事情 你们关心我可以理解 但是呢 大家不要太在乎 太在乎了我们就上他当了 他虽然给我们做了广告 做了宣传 但是我们不要太在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今天呢 我收到了很多 这个泛雅的 受害的这个 咱们的同胞们 这些草根的百姓们 还有这个一珠宝的 这些受害的 这些同胞们 还有百姓们 发来了很多的资料 所以资料太多了 而且这几天来 这个盗国贼们 拼了命的 用垃圾邮件来工作 攻击我所有的邮箱 然后我挨着每个看 我看了很多个小时 有些文件根本打不开 而且有些文件是没有用的 这个大家要知道 一珠宝的受害的朋友们 一珠宝的总部 是在我北京盘古的 他在北京盘古的总部里面 他干了很多事情 我们是知道的 比如说他在我们租的有公寓 他在我们酒店有长包房 而且是经常是我们的第一消费客户 这个一珠宝 是在我们那个盘古酒店 这个留下了很多的痕迹的 而且他们跟很多官员的来往 我现在不方便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官员 昨天和今天这位官员的家属呢 都直接给我打电话 希望不要参加这个事情 说这个事情参加了 这个我命不保 我家人命也不保 这个当然是威胁了 我当然不在乎了 我说这个你给我说的话 都已经对我来讲没任何作用了 我听了那么多年了 这话都是太平淡了 我说你说点特别的吧 这个所以我呢 希望一珠宝的朋友呢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给我发的文件一定要管用 一定要真凭实据 我们的举报 一旦有一个谎言 有一个错误 那就是我们绝对是杀头之火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还帮了坏人 还帮了那些盗狗贼们 所以说你们给我发的一些证据呀 还有这些文字的资料 一定要真实 而且一定要详细 这个没有太实际作用的不要给我发 因为我每个字我都想看 我想把这个历史跟它连在一起 然后我一定花心思 把这事研究清楚 把我了解的情况 和你们提供的证据加以结合 然后呢达到帮你们的目的 范雅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要记住 范雅的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知道了过去并不多 我只是听到了这个 我的关于办你们这案子的几个朋友 我讲起这几个内幕 包括中央领导的批示 这个到领导的批示的时候呢 领导都是拿一个白纸 然后呢上面写上他的要求 然后折上去让他拿回去 去按这个白纸和这个折子 给下面批示分配工作 特别是经侦上的人 还有公安部的人 那么这些事情处理的其中人之一 是我的好朋友 他告诉我很多真相 但是我现在是没办法有很多证据的 你们给我提供的证据呢 希望一定要真实 而且有效 你现在有一些这个工商文件 你根本不用给我提供 没有用的 那些说明不了他们的这个犯罪 或者资金去向哪里 大家一定记住 越是像干坏事的人 他干的越像真事 越是干坏事越像是真事 这是为什么在人民的名义里边 这个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呀 过去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能干坏事 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能干好事 现在政府干好事老百姓也不相信 那么为什么呀 就是他们做假做的太真了 这些干坏的人都是跟政府的腐败官员 盗国子们是一起的 就包括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海航的 这上万亿的贷款 还有其他几个巨头们 上万亿的几万亿的贷款 他可以说没有一样是真的 他有一样是真的 他也不可能带来这个钱 包括他们这些钱转到海外以后 就在我家隔壁 都有这种比我家房子还贵的公寓 他钱哪来的呀 他肯定不是挣来的 他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存到银行里的钱 包括现在这个像海航在外买的这些飞机 几架飞机服务一个人 包括在海外买的别墅 包括以投资的领域洗钱的这些事情 他都要通过法律程序和法律手续的 你给我这也没有用 我们关键要找到他们的钱去哪了 这是什么 他的钱去哪了 他们做假的这些文件 这是关键之关键 然后是当事人 这个当事人一定是最重要的 你比如说现在跟我一直保持联系的 说要为这个范雅要做事的人 他们就一再说 他们掌握某些关键的人的钱的去向 和资金现在所在的地方 而且他有银行的流水的账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就不是说找一个人坐在那儿 他数以后面讲几句话的问题了 说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是范雅的 包括这个李明的 还有徐明的 还有雷扬的 还有卢州试验的 这些冤情案件的这些朋友们 还有知情人家人给我发来的很多文件 还有你们的一些观点 我希望你们不要发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用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依法 要实证 你管情细化的表达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比那些盗国贼还差呢 比那贪官污吏还差呢 我们就会让人家受人一禀 我们就成了真的叫做 扰乱社会窒息罪 人家等着我们这个这个往里边钻呢 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实证 有效的法律的证据 毕竟呢中国法律的口号很清楚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证据 这是为什么我说 咱们不仅要是证据 而且要把事实搞清楚 这才对我们是能帮助大家 这是很重要的 文贵呢非常愿意 不惜谢大家的帮助这些受害的人 因为你们真的是太可怜的 没招谁没惹谁 是建立在相信国家的公权利认可的 营业执照 税务登基证 法律文件 而且有很多官员站台 国家金融机会站台的情况下 把自己一辈子的这个保命钱 压给放他们身上去了 我这个能有深同感受 因为我的老家也有人被骗 其中我这个远房亲戚 这多次要自杀就被骗了 虽然这是很郁美很无知的行动 但是呢我能深同感受 感同身受 这文贵老是犯错了 你看看 是不是 一弄又犯错了 本来这个 这个 这个 螳螂挡壁 然后呢 经常就是搞错 希望网友们 原谅这没有文化的文贵啊 真是 还得好好学习啊 你看人家北京录的视频 就天天就打击文贵 没文化 无知 草根土 所以说 胡舒立同志 这个学统论 把文贵打到了这个 这个28层地域去了 草根没钱 这个 这个文贵这个形象 改变很难 现在就是我有文化 也表现不出来 所以就紧张 是不是 本来是 躺币挡车搞成躺了挡币 刚才感同身受 又干 这又搞错了 希望大家原谅 真不好意思啊 希望胡舒立女士 这个看了以后 别再拿着做文章 又去打击文贵去 你打击文贵去 你打击文贵那么多 结果弄得你自己 名声越来越不好 这个 干嘛啊 咱俩无仇无冤呢 你就就为了 你那几个小朋友 是不是啊 就为了那几个不正常的朋友 这么打击文贵 说我跟你 无怨无恨 没必要嘛 是不是 我在反过来说到 这个范雅和余祖堡的事情 这个我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但是呢 咱们一定要占住理 本来有理的事儿 不要因为自己的哭闹 大喊大叫 没有拿不出这个扎实的 有法律效率的证据呢 反而让人家 把我们的这个正义的追求 和诉求 全都给掩盖了 而且找出理由来 还能把我们给打倒 这是不好的 那么就像我现在爆料的 这一系列事情一样 我就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我很清楚 往下发展的事情 是什么情况 现在都是一切是刚刚开始 这个一切刚刚的开始 就是说 对对方坏人的力量 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在能敢干坏事儿 又能干坏事儿 干了坏事儿还能当官 还能让你这个没办法 这都不是一般的人 这个我们都很善良 或者我们都希望善良 人都很善良 但是这个世界上 一直以来 坏人总是比好人命长 坏人的本事 永远比好人命大 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且特别是 在我们中国这种社会环境里 我们现在用这种体制情况下 更显得突出这个问题 坏人高高在上 好人永远被欺负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小心 我们得团结 我们也保存着自己 这是我对一珠宝 还有范雅 还有这几个关键事件的 这个一个看法 包括呢 我下一步的全球新闻界的招待会 我希望你们呢 都能这个拿着真实的证据 实际证据 我会给你们一个时间 在这个全世界的媒体前 我们要中英文和世界多种语言班 让全世界人民知道 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 发生了几个几十万上百万的 这样的公开的金融诈骗 背后支持者 就是这些盗国贼们 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发出声音 你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世界绝对 不会被这些盗国贼们彻底控制 不管他们有多嚣张 他们今天的所有的嚣张 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 中国的盗国贼们 在世界上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世界人民也会看不下去的 西方的社会呢 因为它是法治社会 反应的较慢 比较慎重 但是一旦西方社会反应过来 这个力量是巨大的 所以很多人说 把我这个所有的推特上的推文 变成英文语言 我们早就在准备了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不想这样做 这我在计划之中 我们希望形成了一定的效应之后 就是这个最起码能达成蝴蝶了 蝴蝶效应才能发生 在蝴蝶之前 我们不需要西方的了解 他们也搞不明白 现在我们长成蝴蝶以后 才能达成蝴蝶的效应 这是你们看到我的照片当中 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蝴蝶的 一个话 我要求我自己现在尽快长成蝴蝶 再跟西方一起推动起来蝴蝶的效应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现在大家比较关心 我特别特别的感谢 所有推友 还有这个朋友 像郭宝胜先生 这个都是非常震惊的 这个听说了 这个中国公安部长郭升坤 还有中国国务院巡视组 这个相关的人 其中代表的 因为巡视组的组长 是王岐山 还有这个孟建柱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的中组部的人 这次听说来的代表团当中 有一个中组部的局长 这个主要是商谈 大概其他的 多个问题之中 其中一个就是我和令丸丸丞先生的问题 他们要不惜代价 以国家的利益 国家的经济开放 金融开放 包括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知识产权的问题 一些金融牌照的给予 来换取把我和令丸丸丞先生 给所谓的遣返 这是他们痴心妄想 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在美国这个世界 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们也认了 因为我们这些人被一个国家 被这样的世界上最尊重的美国 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如果给我们给卖掉了 给出卖了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了 但是我相信 我们的能力和朋友的这种关注 和推友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一定不会发生了 但是我必须感谢今天下午呢 最多的是 推友对这方面私信来的关心 这个关心 让文贵特别的感动 这个感动是没法言语的 像郭宝春先生 马上就发出了这个视频 很多人发来了这个私信 而且很多人表示 包括律师 还有外国的很多朋友 律师就表达要全力支持我 免费支持我 这股力量 只有在西方这样的社会 真的能看到 如果在中国的话 今天下午我收到 这些私信当中的人 你们都被抓起来了 你们都被维稳了 你们那就以国家作罪 你们是国家的公敌 以牺牲国家利益 甚至煽动反革命 就是违反国家利益了 这就是西方和中国最大的不同 这就是我到今天 我去非常认真地推动中国 真的是以法治国 治理的治 以法治国 我们中国有法治的 没人去按照那个执行的 以法治国 我也真希望王岐山书记说到 大铁还需自身硬 真的大家都能硬起来 我也真需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你不能关到你王岐山 孟建柱书记的笼子里 然后呢 所有人都得听你俩的 那不行 这个权力关到笼子里 关到谁这儿去了 不关你两个 你俩在笼子外边 那能行吗 九千多万个党员 都进你那笼子里面去了 然后呢你在笼子外边 你拿到那笼子的钥匙 你想干啥就干啥 中国不就是这样吗 那么包括今天啊 因为我很抱歉 就是第十四万的感谢视频道 我提到了一些这些视频 当中涉及到明星的事情 这个也有几个跟我熟悉的明星呢 这个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 就担心我提到这事情 这个特别是 在我们中南海的南院警卫局 那小餐厅发生的事儿 这个这几位明星的说 千万不要提到他 提到他们就没法活了啊 这个我不会提到你们的 你不给我打电话 你不发这个信息 你不找人我烧手 我不会说到你们的 我最大的可能会去伤害到你们 包括在对面 我说的那个北京饭店里发生的事情 贵宾楼发生的事情 我都不会说 我都不会讲 但是呢我会通过其他办法 我让那位男主角 让几位男主角会让他们知道 但是别把我鼻急了 我鼻急了那也没办法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大家网友还很关心的事情 说赶快别把你杀了 你的爆料证据没了 这个放几个地方 给我出很多主意 希望网友别再浪费咱们大家的时间 你们不要关心我这个事情 文贵能走路之前 走这条路之前 我准备了几年了 过去几十年的心理准备 和这个大环境准备 政权的准备 关系的准备 在我这个事情发生是2015年 一月份 到现在我也准备了几年了 我把所有的医书都写好了 所有医书都写好 所有的资料都放到了 九个以上的地方 而且都是绝对的安全的 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 爆料的事情都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文贵没那么笨 包括一些网友提醒我 你就注意这个露台上照相 这个你赶快离开 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时间 也别浪费我的时间 大家给我发这种私信 我看不完 一天六七千的私信 我看到我眼都滑了 这个今天晚上你们看我穿这个 就是家里有人来吃饭 大家都不高兴 看到我心慌神乱老看手机 因为我真的想每个人呢 信息我都想回去 但是这种信息你们真的不要发了 就关心我 包括把我的推文发给我的事 你们真的别干了 这个我真的看不完 大家发一些有用的信息 关于对文贵的安全呢 担心呢建议我都可以感激理解 但是不要再发了 这个拜托了拜托了好不好 包括我再回到说这些 女明星们演艺人士 包括几个男明星们 男演艺人士 你们所有这些信息呢 你放心文贵竭尽全力会保护的 尽量不涉及你们 这场斗争最后就会剩下我们几个人 不会有很多人参与 包括今天这些五毛们 包括那些录制视频的人 你放心很快你们都会消失 不是我让你们消失 是盗国贼会让你们消失 薄熙来案件 令计划案件 钟永康案件 在这之前的人 你们去想想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存在的 不管他出了多大力 越出大力的人 你会消失的越快 包括你那录视频的 翻译的女播音员 那小女孩 我保证你在你未来 要么你就横死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出国了 因为你出国 说你爆料了当时是怎么录制我的员工的事情 怎么录制史发链和网友杰和马丁文的视频 这是国家机密 不管你的老板死还是活 你走出国门就会变成郭文贵去爆料 说你一辈子不能出国了 不但你不能出国 你家人也不能出国了 这是这个社会的恶劣的一个最根本的一面 包括现在这些五毛在海外呼吁 等互联网全面开放那一天 等到这个时代过去那一天 你们都是罪人 一定会有人算账 你知道越多你越惨 你不信就试试 你往回看一看 当时令计划主任 在中办的手下和办事人现在都在哪呢 钟永康书记 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那他号称司法王啊 政法皇帝啊 他的朋友自己当个的办事人现在都去哪了 大家要很清楚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未来 去堵这个事情去 没有意思 包括这些演技界朋友你们不要担心 我不希望那样做 我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 这个我的爆料当中 这跟你们没有关系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我所有的爆料当中 就尽量不涉及到女性 尽量不涉及到家人 尽量不涉及到无辜 包括今天我说的 像海航那几个事情 我是没办法的 我不想牵着到海航 我对陈峰先生和王健先生 没有任何怨恨仇怨 我也特理解他们 在这种环境里边 他们不这么做 他也做不大 他做了第一次 跟做一万次一次 没什么两样了 这是为什么他全家都拿了 美国护照 外国护照 在海外买了那么多房子 那么多私产 他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他也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你们这些五毛们 和这些替这些盗国贼们 效力的这些人 你们有外国护照吗 你的家人有外国护照吗 你在海外能买得起房子吗 下一个皇帝来的时候 下一届的领导来的时候 下一个政法委书记 和中纪委书记来的时候 会保护你吗 你去想一想 不要那么傻了 我见的多了 郭文贵三次立功 国家一等功 今天我真的落到了 忠诚无好果 真是暴国 这个爱国无好报 何况你们呢 我就不想多说了 所有的朋友不用太多担心 文贵会尽全力的 保护你们的隐私 尽可能不把你们给撂出来 不许涉及到你们 但是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上 我没办法 我想说的事情 所有的我们的一个 真正的开始那天 就是全球新闻媒体大会 从那个全球新闻媒体大会之后 我们事情怎么发展 这不是我一人决定的 是我们多方决定的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再次的关系 所有的关注文贵的推友们 文贵希望在下一个 十六万的时候 咱们再见 十六万推特朋友 关注的时候再见 谢谢你们 谢谢